而在战争发生的当时呢 人命总是显得特别的渺小 乌克兰出现了很多木 这居民是手无寸铁 命丧在枪杆子下的画面 我们刚在新闻当中 看了蛮多来自乌克兰的一个状况 再为您整理一次 我们先带您看看 现在在乌克兰当地呢 其实蛮严重的这个地方 可以先看到的是基辅 这里这个画面呢 就是在基辅拍到的 有民众意外用无人机 拍下了这样的画面 有一个男子在白色车旁边 双手举起来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开车是带妻儿上路 没有想到在半路上 突然遇到了俄军的坦克车 俄罗斯军队坦克坏了 已经在路边好几天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男子遇到他有点吓到 所以赶快下车 双手举起来是干嘛呢 是要投降啊 没想到他一下车不到两秒钟 居然就被俄罗斯的军队给击毙了 尸体呢还被拖到了丛林里面 那至于这辆白色车里面 他的妻子跟家人也被带走 现在是生死未卜 这个是出现在基辅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来看看 这边是在乌克兰的北部大城 切尔哥尼夫所发生的一个画面 火箭炮攻击了这栋大楼 13个人死亡 刚在新闻当中 您也有看到了 有些民众只是为了要买面包 排队买面包 但是被火箭炮击中了大楼之后 他们也送了性命 另外还有在这个马利波这个城市 在乌克兰的东南部大城 这里则是传出发生了 蛮多的一个状况 我们先来带您看看 中央市场这个状况 中央市场被空袭 而且冒出了浓烟 现在的死伤是不明的 而右边这里再来带您看到 同样是在马利波 也出现了非常残忍的一幕 就是有乌克兰的老人走在街上 他的手上没有任何的武器 也没有任何攻击行为 无缘无故的也被恶军当成活标靶 直接的开枪给狂轰 当然从网路上这个画面 看起来不是这么清楚 这个画面上都已经变成了 灰白色的一片了 但是非常残忍的狂轰 让人不可自信 老人家居然被当街当场的处决 那刚刚看到马利波说 中央市场被空袭死伤不明 而同样是在中央市场旁边 其实有一栋剧院 这里其实这个小朋友也遭殃了 在这个剧院里头收容了上千人 在这避难 而且在这个地面上 用这个红色圈圈里面这个字 是俄文写下了孩子 意思就是说 这是孩子躲藏的地方 不要来轰炸 没想到俄罗斯军队还是没有放过 里面一千两百个居民 如今传出也遭到炮轰了 现在生死未捕 这也可以显示 俄罗斯军队的轰炸是非常无情的 而这个战火真的是太无情了 美国总统拜登 其实他也首次说 这个普丁为战犯 是侵略他国的一个独裁者 但是对于这样的讲法 对于拜登的讲法 俄罗斯也来反驳 说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拜登这样的说法 对方是不可饶恕的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最近说了什么 他在最新一次接受的 受访问的画面当中提到了 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其实之前大家就很担心说 这次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会不会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好 这一次这个词呢 是从泽伦斯基的孔中说出来 他是用暗示的方式 他说三战已经开打了 这场战争让整个文明都陷入了危机 他恳请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也就是要设立禁航区 但是目前西方国家是没有设禁航区的 一旦设立了之后 可能后果真的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可能也是不堪设想的 而目前针对俄罗斯的出兵 大家有共识 几乎都是是入侵 这是没有错的嘛 但是呢 国际法庭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 他们投票 这国际法院做了这个才是 各国法官投票 其中有13人认为确实是入侵 没错 应该要立刻停止 但是有两个人呢 他们是否认入侵这样的恶行 原来一个是谁呢 两个人投下反对票 一个是俄罗斯的法官说不 另外一个是中国的法官 他们不认为这是一场入侵的行为 但是不管国际法庭怎么投票 似乎好像奈普丁 没有办法奈他为何 只是战争持续下去 俄罗斯伤人自伤 他们必须要面对的是什么呢 必须要面对的是自己严重的经济 可能要衰退的问题 其次普丁已经承认了 目前有一些经济衰退的状况 有通膨啦 还有失业率上升等等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可能要做一些改变了 包括了像是要提高 像是社会福利啦 提升基本公司等等 但是全体的公仆会加薪 这个部分普丁接下来做的话 可以救得了俄罗斯的经济吗 这个就是不得而知了 有待大家继续的观察了 那么现在俄罗斯的部分 受到国际非常严厉的一些 经济层面的制裁 美国总统拜登就说 要加码8亿美元军援乌克兰 包括有900套的反装甲武器 也要提供100架的无人机